往下講,心無望,這個很重要。 當我們的心不忘記記憶, 下面他立刻說,勿助長。 當我們的極想要,用記憶的方式達成仰式, 我們即可望用靜坐的方式,能夠達到消除雜念, 下面就要不操作。 無助長,無助長是什麼? 不要刻意地去消除雜念。 所以現在外面交等,朋友們都說, 不要時刻,單正知識,然後不要想雜念,不要有雜念。 我想你們一定經過一個過程,哦,雜念多得要命。 越不要有雜念,雜念越多。 有的時候就因此而放棄。 前先生講,有雜念很自然,就讓他有雜念。 重要的是,使他像水可以流的不停。 水不停地流,不就乾淨了嗎? 重要的是,我停滯在雜念中的某一個念上。 包括家人的事,或者自己今天辦公室裡的事,或者自己覺得某些不公平的事,社會事。 比如,這個最近有趣的是,肯養的事情到了天安地覆。 結果,我們從馬來西亞搶回來的二十人,到了機場就放了。 到了機場就放了。 你看了,不公平,不公平。 或者說放得好,放得好。 然後興奮,成為了你的念。 懸念,你的念。 你要有一個敏感。 所以絕,孔子所說的絕,跟佛家所說的,要絕三讀。 佛家太複雜了。 那個絕就是有一個敏感度。 佛家講的絕,最基本保持一種敏感度。 當你看到某一念,讓你停在那裡。 你就要有意識地看到,就要用有意識的方式放掉。 然後讓那個念不斷地,嘩嘩嘩。 然後絕不急於它什麼時候提,沒有雜念。 在自然,因緣,用佛家來講。 因緣,到一點雜念都沒有。 而且不斷地流動。 注意,就是這個經理。 流動的水不會污。 這就是經。 這就是走向經的前提。 所以,外面所教,設定一個標準,揭告子字意。 都是告子的方向,幫忙。 跟孟子先回來,求自己整體的舒服與愜意。 睡著了,很好。 這是真正的修行。 所謂的自然,從這裡開始。 所以,心旺,勿助在你。 當你的心急於或者是想要 急於營養器。 記得,不要助成它。 不要助長它。 注意這個助長。 不要刻意地去做。 也就是,順自然。 順自然。 也就是那個道德一部分。 配義與道德,道德部分。 順自然。 下面就舉例,圖諾、宋人人。 不要像宋國人。 某個人,他擔憂。 這個名是擔憂。 擔憂自己的麥苗長不大。 於是就跑去拔它。 這個就是誤助長。 做得非常疲倦, 這就是四倍而公平。 聖貴於蜈蚣, 為奇日約, 今日必以於住苗展矣。 我今天太疲倦了, 我去幫苗,快快長大。 棋子趨而轉、釋子、苗澤、高尼都死了、肝死了 所以在天下一般人的心理上 在生物性的生存衝動的引動下 容易助長 因為功利性 此外呢 還有一種人還是出於生物性的功利 以為無意而捨自 不助長 助長沒有用 那就算了 這不叫做自然 所以一定要知道什麼是自然 不去下功夫 雲苗是下功夫 不雲苗不下功夫 雲苗就是餵苗、除草 也就是下功夫 所以不論是不下功夫 不論是棋子想要他有成效 都是非指導的行為 所以非徒無意 所以非徒無意 不只沒有效果 反而妨礙浩然之氣的培養 公尊草 公尊草就再問 何為之言 那麼我們上次說了一點點 比詞 就是偏执一方的言論 偏执一方的言論 當我們聽到 孟子說 當聽到 這個言論 是偏执一方 這個句子 可以調整為 當聽到 偏执一方的言論 知其所必 就知道 他為什麼樣的 概念、觀念、理論 是偏执 所遮蔽 就像 啃雅的世界裡 哇 我們全部提出 好像是站在人道的立場 結果舊的是 全是詐欺法 人家恨得罪 雅雅雅的詐欺法 那這些言論 就是 畢詞 他偏於什麼 偏於要展現 台灣主權 以至於 完全不顧私立 不於法律 而 說謊 這就叫做 畢詞 上次總統 法務部 外交部 一路 再加上 國會的 立法委員們 規定 規定 避 台灣主權 我們或許再收 用 口感 請 一周 聽 男生 皇上 這 請 我是在想 当整个的社会皆有所必 哎呦这个路怎么走下去 这是很重要 这条路要走不走 我忘了谁 还说要拍F16去把他们抢回来 到达这样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的未来怎么走啊 那现在的这些都有记录 反正都是向全世界播放的记录 每个人的发言都清清楚楚 那马亦就以他总统的高度 都大发雷霆 还坚持抗议 那么就是等到有新的社会国家 就把它全部播给全世界 那台湾怎么 如何历生处事 即使争取到台湾的 如何历生处事 走向世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对内 你现在说了爽 可是对内 最近的报纸 经济上 这一类的经济 已经占台湾GDP的28.4兆 这种黑钱 赚进来的黑钱 那实际上 因为年轻人薪水不高 所以 他们一个月可以拿到八九十万 所以争相恐透的嫁入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种 诈欺分子们 年轻孩子 遍布全球 然后上次总统 下次行政官僚 以及立法委员们 都没有任何私理性的 来争取要求护航 等到播给全球的时候 我们如何立身处写 秘词 自己所必 隐词 自己所限 隐词 是放任无理 或者放荡无理的原则 放荡无理 放任无理的原则 自其所限 当听到了 放荡无理的原则 我们知道的 我们就能知道 它限定在 这个限定 就是限定 哪些观念 理论 或者感受之中 它限定 所以我们就能够 看到 写 然后 我们就能够 地下 吃 一杯 都能够 塞俄的言论 当听到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了解 他所背叛 这个离 是背离 他所背离的 正道 认词 论词是散说之言词 或者莫良良可之言 莫林良可之言 当我们听到莫林良可散说之言 我们就知道 他被什么样的问题 所困住 换到说他不敢面对事实 他为某些事 所困住 这几句很重要的事 我们要能够有能力 在听到言论的时候 而能够看得见 能知道背后的诚意 他可以讲这个话 而不是紫旧现象 去捅疯捅疑 一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最重要就是要能够知其诚意 而这一个 如果一旦 从我们的心中产生 成为我们的心理动向 必然就会妨碍任何政教的发展 注意这个政要加一个教育的教育 政教的发展 传统中国正于教育 常常合起来用 这是一方面有实际的社会因素 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大农民 教育的推广不容易完全达成 所以政治必须含着教育的功能 所以政教合一不是政教的专程 全世界任何国家 他所有的政治之中 都还是要达成对于百姓的教育 我们今天你看 大家在座有谁读过我们的线 那我们是什么样的线法国家 线马周所呈现出来的国家理想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 其实中华民国近代 充满矛盾 才沦落自 今天这么谈 比如我们谈 我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是三民主义社会 然而什么是三民主义 也没人知道 我们年纪达一年 我们所学到的三民主义 都已经是被 那个叫什么名字 娶了笑话 他自己长得床的样子 对 罗嘉仁 还跟我走 罗嘉仁改姓 然而实际上 而我们的社会 实际推动的呢 不是三民主义 是什么 这个是真正的 我们的宪法 是不是真的按照三民主义 去推展呢 张静面学生反三民主义 所以他负责写 中国宪法的事后 一开始 明字明有明想 是美国的 因为他的理想 是美国的民主义 他有一篇文章 天力批判前年人说中国好 而占美美国制度 这是民主制度 以至于写出来的那本宪法 是本学术的故作 不是宪法 过分细地 宪法是达纲 至于整个教育 没人再也有什么宪法 所以今天的混亂齊来永止,那么孟子在这里, 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段过程虽然有贡献,但是比辞、引词、挟词、顿词、冲刺社会。 以至于今天的社会,也同样充满笔词、引词、挟词、顿词。 一般民众,要不是笔词他还不愿意听,要不是引词他也不愿意听,而不是八卦他都不听,挟词就八卦。 这本来就是外交辞令,外交辞令就要闪烁,就要莫领两可。 而这也是人内心的问乱跟思想的模糊的一种外在现象。 所以孟子说国际。 而这个如果用之于国家社会,必然反爱,正教合理的推行,正于教育。 所以我们的教育相对于大陆,过去教改之前相对于大陆,我们还不错,好像还有一点中国文化。 可是严格讲来,我们的历史教育就是模糊的。 这个才促成教改。 首先提出,小学学通识就学那一套,初中学通识,中国通识也学那一套,高中学通识,中国通识也学那一套,大学学通识。 大学通识也学那一套,何必把生命拿回这样,所以全社会都觉得理所当然,应该干,干中国的识史。 而那一套是什么?那一套为了遮蔽蒋介石先生,在他做最高首长的时候,大陆被中共台南占领。 以至于在整个历史的编辑里,他强调的是历代政治的动作,宫廷的斗争,整个历史没有几个好东西。 学着都是打鼓。大家想想看,年纪大得我会读个历史印象现在。 然后孙中山出来,光明在现,蒋介石继续。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政治开始。 所以整个的历史就是一个弊词。那出成今天的放弃中国历史的教学,这是非常自然的。 。 国文科,这么多的政治委屈。 以至于影响到传统语文的学习。 所以大陆上,我被派去参加什么论坛?很大很重要的论坛? 。 两次,大陆指定要谈中国文化。 我那两次的幸运就是,所有的呢,台湾现有的知名大贤, 看了题目之决,去。那个题目是大陆定的,大陆官方中央定,都不去。 结果有人跟他们说,要去找幸运,他最爱讲这个古老的题目。 哎,我去了。 然后要先写好,到手不准,一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动到, 因为是叫到那个,那是一个很高的论坛。 。 他就是,第一步就是提出,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在今天这个时代,所可行者在哪里? 然后落实于具体的政教活动上,有些什么样的具体建议? 我就写了,其中有一条,不改我们的历史,中国必亡。 没有一个民族的青年子弟,在这样的历史教育下,会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会肯定自己的祖先。 他们立刻记下去了,不过,目前还不能动。 老共产闹门都还在。 这他们告诉你,思想告诉你。 但是,确实有小字眼。 我们今天看不起我们自己,不就是从历史教育来的。 我忍不住,每一次都会说到。 比如,我在读历史的时候,讲到魏晋南北朝,老师们就说四个字,黑暗是难,没什么好说。 啊,乱极了,中国最黑暗的默默默,有魏晋南北朝。 可是,等到我读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天老爷。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哲学创作、美学创作,还有搞科技创作,数学创作,科学创作,惊人。 那么我们留历史该怎么读 如果将来新编历史 何以这样的一个政治动荡 相互杀伐的中央政府 民间是如此的文化昌盛 然后创作不屑 如果从民间 我的第二条传统中国人 从来没有一代 没有创作 即使到了清代 如何将已有的一切成就 让他原生 如何释放 中国人 尤其来自民间的创作力量 这是中国生命力的展现 如何释放它 清代困起来 民国打成一团 大家自己打 别人打 那么今天平和 怎么释放它 怎么击败 我说今天对中国人自身 没有做出这种大创造性 但是 新文化运动以来说 我们的人重不好 天生的毒种 我说可是今天 我们随便举 二十世纪以来 到今天影响人类世界的 巴尼又那些 多少中国人传作 波音公司第一架 第二架飞机 创造者王柱 中国人 去西雅图 波音公司看 王柱被称为 波音公司之父 没有他们 没有他 没有波音公司 他后来勘账的时候 回中国 协助中国建立自己的 航空公司 只是有一 国共战争中 有一部分投降了 共产党 他在台湾就被抓起来 关到死 软禁 电脑 第一代 大家看电影 《英国》的那一种 可是第二代的发明人 真正促成这个电脑 向前走的 是中国人 周文锦 美国人不公布 死后三年公布 他现在死到现在 有做这个话 有点恭敬 他去世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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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第八年了 美国人根本不让他知道 世界要让他知道 他知道 终于解开生命的一个细胞核 让整个的生系 这个系统的发展 周旗 这是他出路 老板 周瑜的姐姐 那一年他该得诺贝尔 美国人说他是谎总人 说他是旅行 没有资格 把他的助手提名 他助手跟他 最近他回台湾 人家还访问他 兴趣 他说时间太久了 没什么好奇呢 再说我有别的发展 研究才是我的兴趣 还有好多 那最近有一个发现 那个大黑洞 有没有 那个马小姐 就是黄早红的 女儿的女儿 我举了一连串的这一类的人 然后 我在上面说 中国是不是某种 是不是一个略党民族 既不是 是不是该如何教导 我们的国民认识 我们的聪明 贡献给这个世界 所以 当这种观念生起的时候 影响到政教上 影响到政教上 必然会妨害政教的发展 巴鱼曲正的发 是举 举起来的举 就是举 就是建立 举就是建立 建立起 那个制度 这个第二个政 就是制度 害与起死 就将 伤害到 事情发展的完整性 所以 知 心 先是心 心 知 是直击关乎于 正 教 寺 所以他说 聖人夫妻 历代的圣贤 活起来的时候 复活的时候 他都会同意我所说的话 必从无言 一定 从 隐身所同意 也做认定 认定我说的这番话 他不能改变 于是公生虫再问 孔子的门下载我 只够 善为说辞 很会说谎 很能够 透过言语 展现思想的创造 如我们今天来说 他能善于 透过言语总结 而展现思想的创造 犯的道理 冉子 冉刘 冉子天 言冤 则 善于禅述 这个言就是禅述 我们做禅述 善于禅述 善于阐述得行 一个有利于人的行为 善于阐述哪些是有利于人的善行 孔子皆而有自 约我于辞命 可是他自己说 我在辞令上 在言语上不善常 乃不能就是不善常 孔子都这么说 那么然者 夫子只能是孟子 孟子先生 你已经是圣人了呀 你既善常言 然后又能参数得行 你就是圣人了 是不是 孟子说 这个呜就是 与词 事何言也 你这是什么话 习者从前 子贡问于孔子约 夫子圣坡 老师 你是不是已经是圣人了 孔子约 圣 无不能 我还做不到 我只是学不厌 不断地学习 终身学习 同时儿时留识 教不倦而已 而时间付词 装而且强 时间付词 就同时 教人不倦 不会觉得贫倦 子宫约 学不厌知 终身学习 终身不断地去学习 这是智能 这是聪明 智慧的展现 教不倦 对人 毁人不倦 这是爱人的表现 既爱人 又有智慧 又有智慧 老师 你已经是圣人了 只是 对圣人而言 孔子不敢当 不拘不敢当 所以你这个话 是什么话 连孔子都不敢当的事情 你怎么能来说我呢 他的意思 别乱讲 于是孔生仇再问 习者从前 窃身私下 我私下听说 子下 子游 子脏 皆有 僧人之一体 一体就是一个部分 某一个长处 换句话说 某一个长处 都有圣人的 某一部分的长处 自于染流 名字前 言约 则 全面都有 孔子的 所有的长处 都有 只是 小了几号 威就是小 威国没有那么大 小了几号 感问所安 老师 请问你 你是哪一个部分啊 是 子下 子游 子脏的部分 还是 染流 名字 言言的部分啊 你是具体而为 的孔子 还是 孔子内 某一个部分 孟子说 这个话 请不要再谈 何以不要再谈 其实后面透出讯息 什么讯息 你讲这个都不对 我愿学孔子 在后面 还没有什么参与 这是你 你觉得越是什么 有些孔子不就是具体而为吗?是吗?这个也要思考。 于是公众头再问,好,那我再从薄夷、伊尹谈起。 那么,老师,你看,薄夷、伊尹是什么样的人? 不同道,他们是不同路线的人。 这个道是路线,他们是不同路线上的人。 不同作为的人,简单地说,不同作为的人, 他们在处事上是不同的,你可以。 非其君不是,不是他认为可以侍奉国君。 他绝对不去做事。 不是他认为他想自理的人民,他绝对不去自理人民。 他有自己的评价。 只有在太平的时代、清明的时代, 这个字就是太平清明的时代, 他才晋升于社会做事。 乱者对。 当社会动荡的时候,他就隐隐。 班纳说,洁生是他,有他最高的准则。 博一言,这是博一言。 至于谁是不能做事的国君啊? 谁是不能治理的人民啊? 天下太平清明的时候,我晋升于社会做事。 天下太平清明的时候,我晋升于社会做事。 这是意义。 所以他们道不同。 不过孔子呢? 可以是,也就是。 可以止,不能坐,绝不留念,一定停止。 可以待得久一点,就待久一点。 可以走得快,就走得快一点。 这是孔子。 这是言孔子得其实。 得其实,知其实。 这个特别请朋友一定要注意。 所以,录学中,除了谈人,谈礼,谈意,或而谈相,等等。 还有,在实际的行事上,一定要谈知识,得识。 如此才是,智。 这样才是智。 但是又不是头戒登者,这个一定要注意。 有其意义。 而且,在其道上,就不会成为头戒登者。 结果之圣人,他们都是孔子的圣人。 我无畏能有信念,我不像他们有这样的表现。 不过。 不过呢,如所厌,这个乃就是如果。 如果我真有什么愿望的话,我学孔子。 那什么意思? 大家想一想。 或者待会大家讨论。 这个跟具体而为有什么不同。 我们容易懂,这个不是孔子之议题。 可是具体而为,跟岳玄孔子差别在哪里。 我们先休息,因为忠祥。 那么晚一点,如此。 我有功能的。 嗯! 最佛模航者的好地方。 O! 儿子大好食台。 重新食梅山。 天经的分别再合充一次。 yse的暇角度。 我们识宰!' 谢谢观看